当然我是Paul 最后到最后英文一起读 你可能知道美国大兵叫做GI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现在知道了 士兵我们还有一个词叫soldier soldier就是一般的统称 可是GI也是 美国特别叫GI 你说德国的日本人能不能叫GI 就不是 这个GI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下下 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叫GI Joe Joe就是一个男子民 乔这样子 Joe 那Joe是一个很常见的美国名字 所以他其实就像我们讲的 铁牛育工伞的阿荣一样 妈我阿盈 我每天都有吃在送的 铁牛育工伞 就那个家伙这样子 年轻年的观众是不是就不知道我在干嘛 这是很久以前一个广告 铁牛育工伞的广告 那那个GI Joe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叫这个东西就公仔嘛 对不对 那也讲一下公仔的英文就是action figure OK 所以GI Joe action figure 那这个是很多人 这collectible 很多人会收集它这样子 那这种玩具 小朋友就 有买来玩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呢 也是行之有年的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GI Joe GI Joe 大便有个通称 那这个玩具的名称 那总之大便叫GI 为什么叫GI 来我们现在往下看下去 所以这是这个 history的这一个 history.com 那有的时候 这边有一件文章 有的时候还蛮好玩的 来吧 那读给同学听 The origins of this popular nickname 讲了很长 我们就不看 那来我们从头再看一次 所以这个popular nickname 所以没错 这是一个绰号 GI 哇 我是个GI 这个 nickname的源头 The origin are 还复述的 The origins are somewhat murky somewhat的意思是程度上 所以程度上有点murky murky就是模糊不清 murky这个是常常来形容一个东西叫water murky water 就是模糊不 就看不透的 脏脏的那个水 我们叫它murky water OK 那所以他说这个origins呢 有点murky 那一个popular theory 就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理论 links the term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所以把它连接到了 20世纪初 也就是19几几年这样子 的早期 那19几几年 可能就是打仗前这样 so when GI was stamped on military trash cans and buckets 所以GI这两个字 会被印在 然后盖 像盖章盖在 印在什么东西上 在这个军事的这个垃圾桶 或者就是桶子这样子 trash can垃圾桶 bucket就桶子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 印GI这两个字在上面呢 因为这个GI讲的是它的材料 所以the two letter abbreviation 这个两个字母的这个 abbreviation就缩写 stood for就是意表是什么 所以它代表是什么东西 stood for the material from which these items were made 所以these items were made from什么material 所以它的材料 他们是从什么材料做出来的 然后它用一个冒号来介绍出来 所以它的材料是什么呢 它的材料是galvanized iron 然后两个字都 iron大概你懂 galvanized是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所以galvanized这个字 所以今天看了这个字算是 其实生活上的字我必须要说 因为我们生活上会看到galvanized这个字 所以galvanized iron讲的是杜心 那是心这个字你可能会想说不是zinc吗 well反正当它变成一个动作杜心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galvanized这个动词 你不需要把zinc这个字拿出来的这样子 那galvanized如果说是不要把它用在这个化学上的话 我们用在一般的使用上 我们叫做激起 使人家振奋 使人家震惊 galvanize 会用在什么地方 例如说Donald Trump 是一个非常能够激起群众情绪的一个演讲者 我们就会说Donald Trump is very good at galvanizing the crowd 所以galvanize the crowd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我们就可以说振奋起群众 激起群众的情绪 so you can galvanize people you can galvanize somebody 所以这是一个生活上其实很常见的一个词 不见得是一定在杜心的层面上 所以回来这里 为什么它印GI在上面 因为这些垃圾桶都是杜心过的 那就没问题了对不对 天下就合理了 所以GI galvanized iron 后来这个definition就被延伸到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World War I 这不是很好念 所以希望同学大概可以把这个东西 其实多念几次上你的嘴巴 World世界 War战争 One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所以不要把它念成 War War I OK很常听到War War I No World War I 把那个L的音特别强调把它发清楚出来 World War World War OK 所以后来它就被用在任何跟Army有关系的 跟陆军有关系的 Army OK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边说 当它变得跟陆军连接上关系的时候 GI它就被重新理解为就是政府发出来的东西 所以它这边用一个词说 So when this happened GI was reinterpreted as government issue or general issue 所以一般的 就不是个特别发出的东西 就是政府发一般性的发出来这样子 好比说寄一个什么通行给你的感觉 所以所有人都被叫做GI了 我们再往下看 So the prevalence of the term let soldiers in World War II to start referring to themselves as GIs 所以到了二战的时候 所以这个term the prevalence the prevalence就是它的广泛的流传出去的 所以不要把它跟popular搞错 因为popular是受欢迎 那prevalence是它的广泛性这样子 例如说我们讲说 涅疾这个病 malaria在东南亚还非常的prevalent 那就OK了 所以还很广泛流传 你不能说它popular malaria不会popular OK popular是受欢迎 好 所以the prevalence of the term let soldiers to refer to themselves as GIs 所以让这些阿兵哥们 就二战的阿兵哥 那又来自World War II 来开始把他们自己称为GI了 反正我们是政府派来的这样子 So some servicemen used it as a sarcastic reference symbolizing their belief that they were just mass produced products of the government 的确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上战场的这些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直接称它为servicemen 因为他们是提供 替国家提供服务的人 所以他其实可能延伸的东西 非常的广泛 像警察啦消防员 你都可以称它为servicemen 所以有些servicemen就把它用出来 用成 把它讲成一个比较sarcastic的一个 所以sarcastic就是讽刺的 还有一个词叫做satire 也就是那个博恩夜夜秀的那群人 他们叫萨泰儿 对不对 萨泰儿就是这个字翻过去的 satire 那它也可以变形容词satiric 好像是satiric 不是satiric 对不起中音放错了 satiric 那sarcastic这个字 其实比较常见一点点 外国人比较常用 OK sarcasm 总的就是讽刺啦 这样子 所以有些servicemen就开始 把它拿来讽刺自己 so they used it as a sarcastic reference 把它当成一个讽刺的 一个reference就引用这样子 那代表着他们的一种相信 他们相信 symbolizing their belief 他们相信什么呢 that结下去 that they were just mass produced products of the government 他们只是政府 大量生产出来的东西 的确嘛 送了十几万的兵 去越南打仗 或之类的 对不对 不对的 World War II是跑去诺曼迪登陆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大量生产 那大量生产 这个词也很酷 学起来 mass produced OK mass produced 那不要把他想 因为你可能会想说 produce 我们来 前面应该不是应该来个副词 然后来修饰produce 这个形容词 所以massively produced 或之类的 不是不是 就是mass produced 这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所以他们就被认为 自己是一个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 感觉好像蛮心酸的 有一点点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就这样了 OK 所以什么叫GI 这个GI就是government issued general issue 的一个出来的一个家伙 好 好像就讲完了 蛮简单的一堂课 反正我是逛到了这个网页 我就觉得 Oh this is cool I gotta introduce to my fans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